来老天咱们今天做一道既简单又嘎嘎香的酱香五花肉 首先选一块精品的五花肉 把这个皮给它烧的黑不溜秋的 烧黑不溜秋的能有效的去除它的毛根子和油泥味 就是去腥的效果非常好 把五花肉带着皮切四刀一组 一个小方块 把肉块放入凉水锅中开大火 完了就别管它了 这时候把这个老汤从冰箱里取出来 放入砂锅 没有砂锅放铁锅也行 放了一个料包 这个老汤就是前两天咱们卤牛肉 卤走花 酱猪蹄的那个汤 卤完以后晾凉放冰箱冻上了 这个肉开锅五分钟以后 给它放入这个老汤里边 这时候给它烧开以后关火调色 你看看这颜色有点浅 加老抽调色 生抽提鲜 完了再来几点冰糖 起到柔和的作用 愿不这个味太硬了 扣盖烧开锅十分钟以后 这时候你尝尝咸淡味 对了先把那沫撇了 你不撇沫不行 撇了沫以后 尝尝咸淡味 要比正常炒菜咸一点 完了把盐加好了 扣盖小火撕开飞开 大约五十分钟以后 哎就这个时候关火泡吧 如果咱是头一次刷到我的视频呢 别忘给我留个关注 哪天你想晃晃口味啊 不到吃啥做啥的时候啊 到我作品里面巴拉巴拉 说不定呢就能帮助到你 这个肉啊泡五十分钟以后 哎你看看 畅味味的 这一个是入味 另外一个是走油 捞出来就可以照了 说到这儿了呢 我还得厚着脸皮 管您要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就是照屏幕出两下 就两下就行 我谢谢您啦